賴冠林突發宣布轉變賽道退出幕前 拋下878萬粉絲登熱手 曾以韓團101成員身份出席活動的賴冠林 6月14日突然在微博上發表轉換賽道的宣言 疑似退出幕前 相關的貼文隨即登上熱手 驗年22歲的台灣男星賴冠林 在2017年時亮相參加韓國Mnet選秀節目 Produce 101第二季 並以第七名成績入選為限定男團 WarnerOne的成員出道 在團體解散後 賴冠林在近年事業中心轉到內地發展 不過6月14日 她突然發文拋出震撼彈 宣布將會轉變賽道 疑似退出幕前的發文 引起網友熱議 在社交平台微博 擁有878萬粉絲的賴冠林 近日才被人爆出她的緋聞 沒有想過她在6月14日將微博的頭像 換成黑色的圖樣後 突然發文表示 經過再三考慮 本人將會轉變賽道 基於跡崖規劃方面的改變 所以即日起 這個帳號就交給工作人員去管理了 而賴冠林的微博一出 也立即登上微博熱手 賴冠林退圈登上熱手第一名 賴冠林本人將會轉變賽道 登上熱手第六名 可以見到她有極高的討論度 而在她的微博貼文下 大批的粉絲都留言表示無法接受 紛紛留言露批 在101時就應該要造成標本 第一次認真追星 追到被證主去開除粉籍 在你眼中究竟粉絲算甚麼? 你這麼不在乎你的粉絲嗎? 連一個可以交流的平台也不給粉絲 真是拿乾了粉絲的最後一些期望和價值後 轉頭就走了 而在6月15日 微博上再流傳了一封 疑似是賴冠林所寫的退圈信 內容提及自己已經與經理人談妥 解除協議 然後正式開始她的幕後生涯 與台前所有同事告別 她在信中寫著說 我曾經無數次在惡夢中醒過來 走進廁所開燈照鏡 但卻不喜歡鏡中的人 站到今天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只有這樣選擇 只有去到選擇做幕後 我才會真正珍惜我的過去經歷 透露在退出幕前的選擇 似乎是長期以來的掙扎 歐善儀億經歷半夜呼吸困難失禁暈倒 暗示租郭俊安冷待 她說別玩啦 睡覺啦 歐善儀透露 在2019年12月曾走過生死邊緣 回復單身的Cindy歐善儀 早前接受哈圖和蓮詩瓦主持的 斯達維路訪問時 曾說對於下一段感情的關係 是持開放態度 因為緣分離的時候擋不住 要走也挽留不了 人生就是來來合合來來去去生路病死 Cindy 直言說她的性格 括達是因為40歲那年 曾走過生死邊緣 她回憶說在2019年12月初 因為重感冒不斷發燒 看了三次醫生都未好 更有一晚在睡夢中 突然覺得左手的宗旨 好像觸電般流通全身 無法呼吸 她說我坐了起床 拍我旁邊那個 我說我無法呼吸 幾乎我無法說話 然後她就說別玩啦 睡覺啦 後來旁邊那個用手機上網 搜尋解決辦法 於是用片糖沖熱水給Cindy喝 但完全無用 她無奈說 當時我真的失禁 周圍都是 去到那一刻 我覺得自己應該不行了 而Cindy 說 當時只想到一對年幼的子女 覺得自己還有很多事未做 於是開始祈禱 而且旁邊那個拿個譚罐給她吐 她抱著譚罐突然暈了 更笑著說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 頭仍然塞在譚罐裡 直到第二天才去醫院求醫 而主持黑頭和連絲亞都很奇怪 為何在這麼危急的情況下 Cindy 或是旁邊那個 仍然不叫白車 不過Cindy一直沒有回答這件事 只是說照了廢片 肺直接沒有了一塊 嚴重肺積水 身體好像八九十歲 一次過肺炎、肝炎、腸炎和尿道炎 只吃藥都醫了半年 不知什麼菌 她說這次事件之後明白要及時行樂 和做自己想做的事 令她人生觀大改變 雖然Cindy在整個節目 一直沒有說郭俊安三個字 不過不少網民都說 她所指旁邊那個 應該就是當時的老公郭俊安 隨即在網上引起熱議 歐善儀和郭俊安離婚後 第一次接受訪問 自爆有玩交友APP 緣分擋不住 歐善儀玩交友APP 和六個男人約會 曾經被視為圈中無犯夫妻的 郭俊安和Cindy 歐善儀上個月驚爆離婚 結束近18年的婚姻 而在消息傳出後 震撼整個娛樂圈 她日前接受哈佗和連斯亞主持的 斯達維路訪問 罕見去到說回復單身一事 並且自爆有玩交友APP 在片中見到 Cindy在接受訪問那天 笑容滿面 似乎未有受離婚事件影響 作為兩孩之母的她 想起當時照顧小朋友的辛苦日子 就是帶兒子上小學 弟弟仍然在幼稚園階段 不同時間不同學校去到接送 那時來回九龍西貢一天八次 有錢時間都幾是惹的 而近年積極進修的她 除了成功考獲營養師牌照 更表示希望可以再考儒家導師牌 哈佗和連斯亞大讚 她是時間管理大師 Cindy說只要報了名 交了學費 洗濕頭便會堅持去做 Cindy透露現在在診所工作 不過全節目都沒有直接說 有關離婚的原因 但又有自爆玩交友APP 她說女人真的不要讀太多書 真的有些男士會怕了你 說個秘密給大家知道 最近開始玩交友APP 鋪篷那裏寫自己什麼什麼 勁得就是會嚇壞人的 所以盡量簡單些 不過原來喜歡運動的女人 是多些人like的 而Cindy更透露 在交友APP那裏 曾經和六位比較合談的男士見面 其中一個人連續脫底兩次 Cindy說其實玩APP屬於實驗性質 不是為了認識男生而認識的 而我十六歲就開始入娛樂圈 我的世界全部都是娛樂圈裏的人 近一年在中醫診所打工 開始接觸這個世界 但其實很多人際關係 社交手腕等等 以前都是靠經理人 這方面我很差的 所以其實我想看看這個世界 不同行業的人在做什麼 不過據坦言說現在對於發展新關係 抱有開放的態度 他說無所謂 有些七老八十才遇到真愛一齊 我想現在這個世代 緣分擋不住 要走也玩不住 人生就是離離合合 生老病死的了 宋志孝大方承認打擊光美容 消腫後近照曝光獲讚銅銀女神 Running Man的女神宋志孝日前 在節目中自爆接受醫美療程 近日他亦分享去到泰國旅遊相 網友大讚他的美容成果 近年有不少藝人為了管理外貌 留住青春 入廠微調或接受醫美療程 都不是什麼秘密 韓國人氣女星宋志孝日前 就在仲藝節目 Running Man上大方透露 自己接受了激光美容療程 6月14日他在IG上 分享了去泰國玩的相片 近照發現很多韓國網友 驚嘆醫美的成效驚人 大讚宋志孝是銅顏女神 在5月19日播出的Running Man當中 宋志孝飾演參加偶像精選的人 當時他自爆說 為了看起來更年輕 我又去打激光電波 打了600發 但沒想到我臉會腫成這樣 大方承認自己接受醫美療程 和短暫的後遺症 而除了被劉在石說 的確有點腫外 他的雙下巴也遮不住 去到6月14日 宋志孝在社交平台上IG 分享了在泰國曼谷的旅遊相 留下了Love Bangkok的訊息 而見到那些相片 宋志孝已經消腫 還有一個V字下巴 搭配上很臭皮的媽邊 和清爽打扮 絕對看不出已經42歲 而這件事 也使得有很多網民很驚歎 留言說皮膚看起來超緊實 而且很有光澤 完全是同顏女神等等 宋志孝在今年下半年 就有電影作品《相遇之家》 他將會在這部作品飾演 已經做了15年夜的女浴景 他和自己負責收容對象的女 將會有一段故事 元年的提思 本來是小器口 畫面 小器口 是小器口 啊 小器口 猪 小器口 放一火